嗯 后面是英国学校 刚刚他这旁边有一个大的公园 昨天啊 国内这边发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这个 国内的银行卡 华夏的 留的手机号不是我的 是我妈妈的手机号 然后呢他这边打电话 就是说如果不是本人的手机号 他就会冻结 结果就真冻结了 现在就连这个 这个银行 银行卡都需要这个手机号是一致的 嗯 就是华夏银行啊 其他银行不知道 然后呢 这个 现在目前为止吧 就是这个 华夏银行是这样 嗯 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一两年吧 世界在变化 然后呢咱们内部也在变化 嗯 国际上呢 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当初 当初 嗯 怎么说呢 既定的规则都被破坏 是吧 比如这个美国 我们这边呢 其实政策也在收紧 包括这些 所有的这些东西吧 包括这个 大数据啊 实名制啊 嗯 当初办的时候也没有这些规定 现在呢突然来这些规定了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东西 如果按照你的都是你的规定的话 那 那感觉好像没有一个保障一样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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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